ok 今天是1月25号 开始今天示范分享 今天这边GATIO还有13000多刀 ok他这边钱包里面还有 还有5000多刀 然后加上一个NFT 1000刀左右800刀 整个状况就是这样的 今天有一个情况需要去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SAS现在出现了一波超跌 为什么我们会说超跌 因为看一下这个价格已经原 就是比他上ok他的价格还要低很多 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超跌的一个情况 大家注意一个事情就是UNI的新版的白皮书会在月底发布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波是一个洗盘 然后后面可能会出现 再出现一波那种大的反弹 叠加很多因素的一个反弹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可能去预测 我觉得如果手上还有资金的话 可以去赌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现在这一波是一个大的洗盘 后面会重新拉上来 另外一个要说的就是 我们就是我今天在群里面去跟一些小伙伴说了这个问题 就是SAS这个 他其实他们分析了一下地址 其实前100的都没有怎么去卖这个东西 这一波洗盘我不知道能会持续多久 但是 但是这个现在来看的话是一个机会 我今天有想要去买这个东西 但是我的主要资金全部在统一赛道 所以因为这个SAS跌了 然后这个老鼠也跌了 所以现在没有多大的空间去做这个操作 这也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 就是你看现在SAS跌了11% 然后老鼠跌了8% 其实这个我也没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去做这个换仓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也是挺难受的一个事情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去弄一下这个 OK 今天就没有其他事情 就是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一个看法 就是说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研究一下这个事情 OK 今天就讲这些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裁缝密码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再见